中華網龍時事日 熱鬧舉辦尾牙 不但邀請自公民 瑤瑤 超 等等表演嘉賓 為活動增色不少 也寄出高額獎金 並宣布加薪10% 及最少2.5個月的年終獎金 讓員工樂翻天 而中華網龍董事長 總經理 副總 也在尾牙上變裝中東石油大亨 及西班牙鬥士 象徵中華網龍進居國際市場的結心 今年中華網龍的目標有兩個 其一是希望產品能夠走向國際市場 而這些海外市場 又以中國為最重要的戰場 將持續授權給當地研發商來營運 目標之二 為積極的推出跨平台遊戲 之後將與平板電腦廠合作 推出跨平台線上遊戲 包括平板電腦iPad 體感遊戲等 根據不同利基點 推出相對應新遊戲搶攻商機 期望再創佳績 而且靠四個月 以 習慣健色的名牌 確認 指導 好